少爷请客全民买单 少爷请客全民买单 其实如果用在其他的一个市政建设来讲的话 会给予整体的市政来讲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40亿在基隆市整体的预算来说 已经占了基隆市的五分之一的预算 这五分之一的预算并不是另外生出来的钱 它对于基隆市本身财政就会产生沉重的负担 走到今天一年了 我们发现公益不见了 太旧换新的环保要求也没有了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政策买票的一个行为 在议事厅内也轮番质询和质疑 市长谢国良主政的市政府 以一辆8万元电动机车的费用来计算 总共要花费40亿元 来推动5万辆电动机车的政策很有问题 基于市府不断的变动方案 从1.0到3.0 2.0开始就未通过省议 就自行宣布 没有具体化的范围 依据地方制度法 中央法规标准法 司法院的一个解释 我要求市长针对电动机车的发放 提出自制条例 如果以目前我们所看到已知的青年电动机车即将要编列40亿 40亿能够做800栋房屋结构补墙 能够做1000栋房屋的外墙拉皮 应该非常明确的知道 里长根本现在依照 村里长补助计划里面根本就是不能编列机车人的预算 那既然我们这是机车补助预算里面 编列在环保局民政策还有需工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请主机处 这边来详细说明 大家有问说就是 目前依照我们这次追加预算来评估的话 我们这个电动机车的预算 未来可能会增加到40亿 总共40亿的话 那请问染疫未问金为什么没有办法发放 这也是许多市民在询问的问题 不过也有议员立体谢国梁市长这项政策 议会也很多同仁不知道 我最近才知道 警察塌坏下来的机车 是直接给里长使用的 那当然不是在县市长您的任内 是在林市长的任内 所以是不是去查一下 这个是否合法 我想我们是民意代表 我们只是监督市政 然后来做民众跟市政府的桥梁 这个是民意代表的职责 我想不要一直一味的来指责 因为马朗忠喜不是很好的脸色 市长谢国梁达巡使者表示 没有要花这么多的钱 而电动机车方案都有依照议会的建议和决定 来做滚动式的调整 并且会提出机车券的方式来推动 但是会等到市议会有通过市政府提出的预算后 再来执行 那我想先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想应该是没有40亿这个数字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请议员来放心 我们大概不会用到40亿左右 这样子 我先跟大家来报告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在推动这个2.0方案后 那的确因为我们减低了这个门槛 那就有比较多的人来申请 那我也感谢各位议员的这个支持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开放这个门槛之前 就有很多的各党派的议员 都有跟我们耳提面密 就是说这个要给他放宽 要不然你有一个规定 那才100人申请 那你这个算是什么政策 那当然那时候也有很多议员 那你这个政策等于就是没有意义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放宽 其实是有跟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是有遵照我们议员 在上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 临时会当中 给我们的一些耳提面密 给我们一些指导下 我们才有在这个放宽的一个这个情况 那所以现在有放宽了 那有更多的人来申请 那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就是如何依照法治的精神 我们也有找政风来开会 针对我们的3.0方案 就是说如何依照这个市民的期待 跟议员的垂循 跟我们的一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精神 然后如何还能够让民众达到他们想要的呢 所以我们就想出了机车券这个计划 那机车券这个计划就是不限场牌 那也很感谢这个过去议会有跟我们指导 会后市政府环保局长马仲豪也补充市长谢国良的答询内容表示 这次只有编列7亿元左右的预算 要请市议会审查 通过后来执行电动机车方案 没有所谓的40亿元 我们在这一次的最佳预算当中 针对供应新年电动机车的计划 我们编列了5亿元的预算 那针对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新购电动机车的车体补助 有2亿元 所以总共是7亿元左右的预算了 那我们总共的预算金额是这样 所以并没有像议会所指教的有这么庞大的金额 另外市长说的机车券只是一种概念 其实是新的补助电动机车的进化版本 最多补助车体5到6万元 不限厂牌 但是就没有资费的补助 它其实不是一个实体的券 那只是一个方便大家理解的一个概念 原则上就是讲的直白一点 就是民众他新购了机车以后 他会有一个发票 那他凭着这个购买证明相关的文件 他就可以来向环保局申请我们的 新购电动机车的补贴 下半年有机会推出的新的方案 他与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计划是并进的 他的专案最大的特色是 他针对新购电动机车 有一次性的车体补助 他补助的金额是5到6万元 但是他的月支费就没有任何的补助 所有申请的民众 就是比照一般的民众申请的方式 跟各家车商选择民众最需要 最适合的方案跟月费 马仲豪也强调 如果预算获得示意会通过 现有电动机车补助方案 和进阶版方案的补助 两者将可以一并实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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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灯